在這段時間我們常常叫做智坦 C.E.K. 我們大家都叫做C.E.K. C.E.K.跟我認識十多年了 在十多年開始的時候我們是投資合作人 他是代表年輕創作人 他是創辦人 在這段時間我們非常合得來 而且總總我們合起來投資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解決這問題 他都解決了 我就非常慶祝他 那麼一段時間他就離開了冷氣的時候 他要做一個非常努力的事情 那麼我就跟鄭世凱先生 就有個機會去了台灣 他就介紹我去一個店 碰到一個年輕音樂的先生 那麼那個店叫首打烏龍店 首打烏龍店我就很感動 因為怎麼樣呢 他年輕人他非常成功的一個餐飲的前輩 比我年輕 他就是很有心幫忙單親的小孩 那麼他們從小很辛苦 所以呢他為了那個首打烏龍店 就是把那個食品恢復原來的那個方法 而且非常用心 所以呢他在做這個事情 他找到最好的這個老師 最好的地方 最好的方法 而且使到他們去開這個店的時候 大家來應聘的時候 他親自看到那些小孩的時候 這個要進去 他是覺得有很多很多 就是要關懷他們 他們這個長輩的事情 大家互相關懷怎麼樣把事情做好 而且他看到每個人要進來的時候 他們這個求持的起迫性 因為他們是擔心長大 所以他就說我一定要賺錢 他為了我賺錢 他是說這個家這麼辛苦 我一定要把這個要養家 所以呢在這個情形 是在我這個聽的裡邊 他講的時候我都聽著我都哭了 所以呢因為這樣的話 我就是也了解這個CKN的時候 就是想專門做全世界來做這個事情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不行 我剛跟大家講 我跟我拉上一起的話 有些人是要賺點錢 要貢獻出去的 那麼我自己賺錢的本事又不好 所以我硬拉了這個CKN做我的合夥人 直到我的巷子緣呢 能夠呢有人解放 所以呢CKN呢就很不幸呢 本來他是要做很多社會企業事情 給我弄到他一半一半 所以一半他做社會企業事情 一半呢就做巷子 巷子 這個巷子 這個巷子投資公司的這個 也算是創辦 他創辦了哈佛人權也創辦了這個巷子 也算是我們的解放 所以在這段時間我們常常在一起 而且呢我們常常在一起 我們大部分在一起的時候 並不是為了這個 這個我們商業行為的這個巷子公司 而且我們在一起都是為了這個 社會企業上面的事情 所以等一下這次才會講到這個社會企業的事情 那麼還有呢 這段時間裡面 他跟我兩個 就是說希望把我們過去的教訓 能夠呢 有機會能夠回退這個社會 所以呢我也參加了很多 創新創業的這些極力的計劃 也是這個 我呢就是做這個 這個 漫不關心的時候啊 這個 GK常常提醒我 我就跟他常常一起去做這方面的事情 也是他 算起來他年齡比我小 但是呢 在這方面算是我的老大哥 那麼還有呢 《人生日台》裡面寫了幾本書 那麼有些書呢 這個 這個 有一次啊 在台灣這個行政院 開 開 行政院的時候呢 這個 在休息的時候啊 那個記者呢 這個有點無聊 就是 看到有個議員啊 在看書 他就用這個 望遠鏡 這個 這個照相機 望遠鏡 就拍他 到底看什麼書 看那個書的時候 把它蹲到報紙上面 所以 那麼呢 本來是政治開寫就是 他是說 一個小地方啊 一定要有大的影響 所以呢 也是鼓勵 這個台灣 這個 在 他寫的書 他沒 在 台灣一個天下雜誌 他有個 有的社本 也是就是說 希望大家的社會 能夠更好 更健康 所以那一下子 要講話教育 哲哲哲哲哲 謝謝 需要休息嗎 需要休息嗎 大家 大家是怎樣 因為照原來的時間 這樣 不休息好 好 那 我就 快把家邊 這個 抓一個機會 剛才 一個系列 Sandy 做的 非常 詳盡 讓我有點 慚愧的介紹 或從這裡可以大家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交朋友 從剛開始 到Sandy 到 還有一些 你們可能會在最近幾年看到 或將來有一些也看到 就是這些人的 理想 雖然 我們 我們 都已經是六七十歲 的人 跟各位 已經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 好像比較很理想 可是 這個 六七十歲的人 談理理想的時候 那有的時候 團老師更義無反顧 因為他沒有得了錢 那這個時候呢 就很困 所有的理想 都是很困 很簡單 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比較理想 那叫做家常小事 那 在這種狀況之下 特別是需要很多的朋友 大家一起打氣 大家一起 其中一致 其中一致 那 我自己呢 是 台灣 新華大學 新工作 今天好像是 一位去華來的老師 是嗎 三位 三位 那 嗯 因為這個 三體在 這個 這個 國內 非常成功 所以 在五年前的時候 也在新竹的清華 也頒了一個 衛生的衛生 這個計畫 我們叫做 主調思源 叫做 立德 當然 我們都知道 立功立德 對不對 但是這個立德呢 它的意思是 它有另外一個意思 它就是 Leader Leader 因為講立功立德的力 好像在 不要 但是呢 這兩個呢 就代表什麼 那個 所有的這個Leader 尤其是在未來的Leader 他的那個 道德 要求是非常 很重要的 尤其是現在 Internet上面 什麼樣的事情 都可以公開做 除非那個Leader 也非常非常厚 像 比如說 我們的Trump 那 不然的話 你一定要 欠幾個 甚至 在所有的 這個時間 適當的時間 給他最大的一個光景 那 這樣子 你的這個影響 的位置 很大可見 我剛才聽到 後面一段的 主要說 這個 可能 在這個自由民主 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 那 這個 是我們一個追求 非常重要的追求 一個 沒有錯 不過 我最近呢 在看這個 《胡適》 你有沒有看《胡適》 還有人看 現在好像看得比較少 他 寫了一篇文章 《胡適》 因為如果說 我們講自由的時候 代表說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 發表自己 表達自己 或者是說 實現自己理想 這樣子的自由 但是 每一個人的這個 他的理想地位一樣 他的這個標準一樣 不一定 非常的不一定 甚至包括了所謂的正義這件事情 講起正義就會稍微有一點點複雜 有一本書 我不知道國內有沒有翻譯 這本書叫做 為什麼我們每一個好人 大家都是好人 都去看了每一個都是好人 可是呢 一談到政治 一談到宗教的時候 大家就分裂 就不在這個對抗 那就是因為呢 大家對他認為對的那件事 認為是一個唯一對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能夠想到 有一天說 別人他會有的堅持 他認為對的事情 也有他的一個找人 那就是胡適所講的 這個農認自由更加大 李回過樓台講說 我在歸谷這裡做到三十七年 過去的二十七年 還在做投資 我在五月初的時候給一個演講 在談投資的另一種形態 那大家都知道 歸谷風投最有名嘛 對不對 全美國百分之四十的這個 風投的資本 都是投在歸谷這樣小小的一個區域 但是呢 這個投資這樣的概念 慢慢的轉變當中 甚至於 我們想到投資 想到創業 想到創業 想到創業想到投資 對不對 那歸谷這裡也是創業精神最發達的 但是創業這件事情 創業所謂的創業精神 它有比較窄的意義 比較窄的意義呢 就是說 我今天我就開一個先上公司 我有一個很好的科學 我去進去 我去找錢 我去找那個人 我去幫個忙 然後就開始 這是一種創業 但是另外一種進化 英文裡面的entrepreneurship 事實上呢 他不一定就是說 我自己去開一個公司 而是說呢 他去創造一些別人過去的 如果從這樣一個廣義的角度來看的話 事實上 你一人開一個公司也是創業 或者是說 你在一個很大的公司裡頭 你做一個事情 你做一個事情 這件事情呢 你取得所謂的ownership 你負這個責任 然後呢 你主動地去爭取所需要的資源 然後去完成它 那這個本身呢 也是一種可能性 也算是一種創業 那 但是在西谷這邊 談到一個創業之後 那我的目的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創業 這件事情呢 很多人在創業之前 是沒有充分的想清楚 那在歸補這方面 在這個思考的這個項目上面 觀念也慢慢在改變 所以呢 剛才Sandy提到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呢 也是一個 新的一個 不同的一個 創業的 想法 他對於創業的這個目的呢 有一個 重新的一個思考 在傳統上面 我們有兩種組織 一種呢 是 這個 這個 NPO Non-profit 和我們來的 慈善公益的組織 另外一種呢 是公司的組織 當然在出資上 還有選擇的 這兩個呢 是有點 河水不犯緊縮 一個就是 無標期賺錢 一個就是 武器賺錢 你如果看 美國的 全世界的公司法 包括國內的公司 他裡頭呢 有一條 就是說 股東 投資的這個公司 他的目的就是 要賺錢 那 因此 經營者 最大的一個職位 唯一的一個職位 是幫國內的贊助 那當然 這個觀念呢 隨著時間呢 再加上公司 現在非常的發達 因此 就有了 有問題啊 那 譬如 這次你跟一個公司 現在長這麼大 美國的這個 這個 Google 或者Amazon 或者國內的這個 騰訊啊 或者阿里巴巴 你這麼大 那他唯一的目的 就是幫公司 幫股東賺錢 這有點問題啊 所以想到說 要照顧員工啊 他也要去 他的供應商啊 他的客戶啊 那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 他說 他做的事情 會不會影響 弄到我們的環境 氣候變形 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慢慢的 這個觀念 在擴充 在擴大 但是他沒有改變 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 就是 如果我們照公司法 來看的話 公司法上說 你經營者就是要幫你賺錢 所以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把這兩個 公司和NPO 把它變成兩個 這個 敬畏分明的 不同的這個路線 那麼 那麼 有人就是認為說 不一定要這樣子 為什麼一定要如此 可不可以留一種 這個組織呢 它是像一般的公司 一般的企業一樣 它也有非常有效的經營方式 它也有設定目標啊 還有它給人工的獎金啊 但是呢 它同時呢 也 它的社會的價值 社會的意義 社會的功效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指標 所以呢 大概在20幾年 那時候呢 就 有 所謂的社會企業這樣的 概念 成就 那 我接下來就用 我在五月 這個 給的那個 talk 的 slide 給大家 稍微再介紹一下 這個 從來沒有人看 據說你要看的話 一年花大概花六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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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流行,把我們的世代分成不同的階段 像武漢森林所謂的戰過的嬰兒潮,Baby Boomer Baby Boomer的下一代是甚麼? 寡掉了一代,不對不對不對 寡掉了一代,事實上是帶著Baby Boomer 事實上Baby Boomer還稍微少一點點 那是一個美國的Best Generation 大家都聽過了X Generation,Y Generation 所謂的Z Generation 這裡面,兩千年之前出生的,除老師們之外 西元兩千年之前出生的第三者 都是嗎? 我以為有些一年,都是嗎? 或者沒有之後的 一般來說,所謂的X Generation 是Berry Boomer之後 出生的年代,大概是70年 60年到80年 然後是所謂的Y Generation Y Generation大概是從81年到2000年 這不是很絕對的 不是絕對的 那之後就是Z Generation 在幾個月前,在經濟學院裡面 就有一個篇文章 然後他這個封面 封面就是說 現在,美國對於所謂的社會主義的飾演 是非常非常排斥的 這跟國力完全不同 因為早期的時候 他們把社會主義跟共產主義 把他們兩個結合在一起 所以他是每次選舉的時候都說 我不是社會主義 但是現在呢 在新一代當中 所謂的社會主義 像是一個字眼 已經變成他的 口號的一部分 在這篇文章裡 講了一些 根據他的統計 歸納出來的一些 現在這個世代 外世代有普遍的心靈狀態 大家為什麼要了解這個世代呢? 不只是這個世代人本身要了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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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門世代也要了解 XY的經濟學院也要了解 首先第一個原因呢 是因為 你們是客戶 他們要設計各種各樣的產品 去吸引你 去引發你的購買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是你們會加入職場 會加入他的公司 所以他怎麼樣子 在這樣的一個世代 他找到最結束 最適合他公司的 進入到的公司 所以這次他第二個 他要考慮到的是什麼 第三個他要考慮到的是什麼 在二十年之後 各位呢 各位呢 都是公司的領導班子 當你們擔任領導班子的時候 這個公司的 或者是說 一個組織的 這個文化 就跟現在 非常不同 所以因為這樣的三個影片 大家目前 都非常關切 每一個世代中間 他的差異性 那這天文章呢 他也有提到他們做了一些研究 第一個呢 他們是有百分之六十八的 這個千禧世代 他們有些人已經有職場 他們那個想在他的工作的這個 他的工作能夠 make a difference 這個跟我們的時代不一樣 我們那個時代呢 我們工作的時候 是make a living 什麼叫difference 那是跟公司跟工作 什麼沒有關係的事情 你要make a difference 那你在家裡有difference 在你客 你來這個業餘的時間做些 但是 有百分之六十八的現在 年輕一代 他希望在他的工作上 他的公司 他的工作 能夠 make a difference 然後呢 百分之八十一的人 你認為說 一個business 任何的一個business for profit business 都應該要一個很明確的 一個purpose 這個purpose 這個purpose 講到這個purpose 不是說 以賺錢為目的的purpose 那叫做profit 所以這個企業他存在 他除了賺錢之外 他要有一個存在的理由 那當然存在的理由 那是可以各個企業自己定的 但是這個是年紀時代 包括像 像 我們將來 要進入職場的時候 也可能會面臨這樣的思考 你選擇 A公司 和B公司 一個薪水高 但是 是一個 血汗 這個 血汗的 工廠 或機構 像Amazon 現在美國很多人 進Amazon的時候 改變學 自己的 上輸幾年的時間 去賺錢 去做另外一部分的事情 也在維持 這樣再次上門的觀念 或者是你面臨公司 是B公司 他的薪水 沒有那麼到 可能只有A公司 三分之二 可是在那邊 你覺得可以充分發揮 你覺得被受到尊重 你覺得 你不是一顆 大機器的行動物 這個就是 你將會面臨的理由 而 這樣的一個報告 他 現在 他的發現 80% 19% 認為企業 要有 每個都有自己的價值觀 有78% 就是 希望說 我工作的企業 他的價值觀 跟我的價值觀 彼此是相容的 如果不相容的時候 那我就去找另外一個 給我相容的 那這幾個 跟過去 在我們那個時代 是相當不一樣的看法 這幾位也是一個很年輕的 他現在應該是三十歲出頭髮 他應該算是千禧世代比較早期的 但是他跟一般的年輕人不太一樣 他應該算是千禧世代比較早期的 我們一般人現在的工作 然後去證請 證請 證請 他是不需要工作 不需要證請 他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 繼承了義大利財產 洋印都美金的財產 他是這個 凱樂 他上來是孫女 他手上拿了兩億多人 他想說 第一個我要怎麼去投資 投資者也不知道怎麼會投資 他就找了很多投行 投行跟他做了很多分析 他想說 你們是分析分析 來來回談的都是這種 OI 金融、金融、貨幣、風險 他覺得實在是 太不符合他的位 他那個同事應該是 他有這麼多的錢 再多了百分之十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呢 他後來就自己成立了一個 他就成立了一個 這個組織叫做 Blue Health Initiatives 他本身就是一個投資公司 但是他做很多事情 他也去給這個公益的 什麼 各種的講述 或是同事 他自己也做一些公益的 他也做一些公益的 他也做一些公開的市場 那些比較 所以他是一個綜合型 政府的一個投資的概念 事實上 已經 慢慢慢慢 會更多的人接受 這是傳統的這個 就是 紅潭投資的時候 都會看上一個曲線 對不對 你這個 最保守的人 就把你的這個 現金放在你的保險櫃 從第二下面 那這樣子 沒有任何的這個 這個 這個報 反倒是明年 會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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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銀行裡 稍微一點點利息 所以 當你的這個 這個 願意承擔就是 風水越高的時候 你可以得到的這個 這個報酬是越高 那這個是一個 客服 是一個 最公平的客服 你沒有人能夠超過這樣的 客服 那 我的另外一個 工作 剛才CB 就是 在做風頭 在最上面 是風險最高的 但是呢 如果你成功 你的這個報酬 還是最高的 請不要認為說 一定所有的風頭都在那裡 就是說 你會看到一個風頭的時候 因為它風險高的意思就是說 它有很多人是不賺錢的 那有很多賺錢的 就賺很多錢 那 我們常常也聽到說 所有的投資行為 都會被兩個因素 這個 這個影響 對不對 一個 一個因素呢 是這個 恐懼 想到這個風險的時候 就是恐懼 因為想這個呢 你就應該會把錢放在銀行 或放在這個床墊下面 那 但是呢 另外一個是什麼 是我的貪婪 對不對 你想到這個報酬的時候呢 就是你想到 當你覺得貪婪 像這個概念 開始作用 你拼往這個想的時候 你就覺得放在這邊沒什麼意思 你要投的話 你就投到股票市場 你要投到這個風頭啊等等 那 這只有兩個因素 過去談任何的投資理論 就只有兩個因素 就是報酬和風險 沒別的 那麼 就像剛才 這位女孩子 Leslie 她就認為說不對 這樣的概念不對 還要有一個影響力在裡面 要有一個intime在裡面 要有一個purpose在裡面 所以呢 在美國這裡呢 很多人的 很成功的企業家 也就開始在思考 說 不應該如此 不應該是考慮這個 要考慮這個影響力在裡面 所以呢 就有很多種不同的 這樣一個說法出來 一個說法就是說 咱們呢 應該要有一種資本主義呢 叫做有良心的資本主義 好 好 那 那 目前我們就了解概念 好 不要問說什麼叫有良心啊 是不是稍微有點複雜 不過知道 這個人呢 是這個 匡富 各位不知道 知不知道 匡富他的創賣人 他是賣所有的健康食品 不過 我不曉得 匡富的賣人 會到Amazon之後呢 會不會繼續執行這個 有良心的資本主義 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另外 這個Michael Porter 可能各位聽過 就是在這個 哈佛非常有名的 談這個 競爭利益 他 他在過去十幾年 他一直在 這個 這個 傳播一個觀點就是 share value 就是一個價值觀 不是一個人的價值觀 不是一個公 一個單位的價值觀 是大家 共同 承認 共同接受的一個價值觀 那 這樣子的話 就把你原來的一個 組織的那樣的一個 這個 這個 黨禮的可以打破 好 那 還有另外一個 稍微更積極一點的是什麼 他說 欸 你們 都 口說無憑 自己說你什麼 這個良心企業啊 或者什麼 share value 這口說無憑 不如這樣子吧 我給一個 兩表 這兩表呢 一百四十個問題 你這個每一個問題 你打分數 或者我也可以幫你打分數 打完分數 過了一個門檻呢 我就說 你呢 我就給你一個認證 一個叫做 B型企業 B B 就是 benefit 的意思 B型企業 在現在全世界上 有兩千七百公司 獲了認證 國內 國內 好像聽說 依然家在侵蟹 這樣的事情 但是 台灣 在亞洲上面 算是比較 稍微在上面 稍微先進一點 目前大概二十幾家 得到 驗證 那 還有一個更進步的是什麼 就是 乾脆說 公司法有這樣的規定 說你這個公司 必須要賺錢 賺錢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從公司法上 釜底抽薪的 去改變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 這個 就 create 一個新型 新的型態 的公司組織 那這種組織呢 這種組織呢 在美國呢 現在 一共有十九州 已經通過了 你可以成立這樣的公司 它的兩個名稱 一叫做 benefit corporations 第二個名稱 叫做 public and benefit corporations 有點複雜 複雜的原因 是因為美國是聯邦 公司法 是 每一州都有公司法 所以 那有些 州就叫做 public and benefit corporations 有些叫做 benefit corporations 好 這個圖呢 這個 剛才我不是講到 那個charity 公立組織嗎 然後另外一邊是這個 這個企業嗎 那事實上是很緊張 就經過這麼多年呢 已經慢慢的這個光譜 就是越分越細 所以這裡邊 傳統的企業在這裡 傳統的企業在這裡 他們這個只是 給這個捐助 在另外一頭 但是剛才也說呢 很多這個企業呢 覺得說 我不行 光為了賺錢 所以呢 他已經 有些企業 譬如說 那我賺了錢 賺一些錢 我就去捐給工藝組織 很多公司在做這個事 那目前 就過去十幾年 所有的美國的企業 非常非常強調 就是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聽過沒 都應該聽過 CSR CSR呢 他不但是自己是執行 而且呢 他會說 你要當我的供應商的時候 你也要執行到你的事 這個影響比較大 對不對 好 這個大概是把那個 share value 那樣的概念 進來 所以慢慢的 現在CSR 在一些比較大的公司 他幾乎是 必須要這樣一個 集資在裡面 所以呢 已經往這邊移動了 那麼 另外 還有一些 他是 這個 他賺的錢 但他這個 賺的錢 他不是支給股東的 不是支給股東的 不是支給股東的 他是 他是平均去分的 分給 譬如說 一部分 他就是分給股東 或 一部分 他就回歸社會 那 當然 在我們 產品上 就是組織 本來的先天上 就有這樣一個性質 像比如說 合作社 很多的合作社 跟這個就非常個類似 然後呢 又開始有一些 在中間的 就是impact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所謂的社會企業 很多就是在這裡的 impact 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他可能是 剛才一成立的時候 他是想好的impact 然後再想要怎樣 透過一個適當的 商業模式 讓他可以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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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目前的趨勢呢 是什麼呢 就是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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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要向左邊移動 那同時呢 傳統的工藝 也向右邊移動 那為什麼要向右邊移動 是因為傳統的工藝 還有很多的問題 一個問題是說 它沒有那個績效可能 第二個問題呢 第二個問題呢 它 它 綁手綁腳 因為政治呢 給他非常多的一個限制 因為他不繳稅嘛 他不要繳政府 所通常徵收的各種各樣的稅 那因此政府就給他 這個 裸小獎 讓他就 很多這個 這個經營 也不太多的經營 所以呢 就開始 像兩邊那樣集中 很有趣的就是 這個 我不知道 各位 有人看過這本書 我聽說這本書 那 也許回去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 徐永光 他是 台灣 對不起 《希望工程》 他是《希望工程》 當初的倡議者 他寫的這本書 題目就是 剛到了 哪個經驟 工藝呢 要向右 然後呢 企業呢 再向左 好 那我們舉幾個 這個 企業向左 的這個例子 剛才我們講了 CXL 對不對 那 還有下一個 現在很流行 那就是 在股票市場上 大家在買賣公司的這個股票 那怎麼樣選股 或是看 完全也是看那個 利潤的風險 那現在他說 不行不行 我要看別的東西 所以有一個 也是非常流行的一個名詞 叫做ESG 各位 這裡有沒有人學財經呢 會計啊 財稅啊 這些東西 不是太多 所以最多的是什麼呢 學什麼 什麼樣的背景 還是分散 分散 分散 理工的 有嗎 還有幾位 我以為人民大學沒有太多 這個 這個 可能對於學財經的點 這樣就會比較重要 ESG這樣的概念 基本上在銀行拿什麼 那都會 這樣一定會碰到這樣 好吧 這個公司 它會比較好 Mental 和 Social 和 公司的字體 它有一些標準在別方 去鑑定 然後呢 我將來 我這個 是Nutual Fund 我在找錢的時候 我就說 我只投這樣做公司 那因為呢 他只投這樣做公司 就造成 上次公司的壓力 我要在這方面 要去改善 做得更好 那這個是在看 就是說 這種 所謂 這個 Sustainable Investing 這個 成長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快的 很多人呢 有些算錢也差不多了 但是 而且我的回收 百分之六 還百分之八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我就不如到 百分之六 但是 業績這樣的一個 其實 因為我們認為說 你的企業 要能夠長久經營 長久都沒有賺錢 你業績那非做好 因為你不做好的時候 對你良心 還大了一個風險 所以他也是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你要勇去經營 你這些根本的事情 你要顧好 那麼 Nutual Fund 那是怎麼樣 無分怪 怎麼樣下次又呢 一個呢 就是說 所謂現在 有一種就是 過去 我給你錢 好 捐助你 贊助你 但現在是 我給你錢 但是我投資了 你要堅持一個器 然後 你能夠想要活下去 因為我覺得一筆錢 你明年花萬 你還要跟我要錢 對不對 那你說 你一年要跟我要 未來十年所需要的錢 沒有人捐錢 會這樣捐發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如果說 今天 我捐你錢 或者我投資給你 做一些好的事情 有意義的事情 或是 你需要 兩三年的經驗 投資 但是呢 你要一個商業計畫 能夠在這之後 可以自己存活下去 那 這是一種 做風險吸引來做好事 這個叫做 Venture and Blank 然後先能夠賺到錢 然後呢 才會去做好事 那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觀念 這個可能 在歐洲比較興奮 尤其是英國 他就是Social Impact Fund 他的做法是這樣 因為現在很多 供應組織 他事實上是做正門的 一個 一個 輔助 因為 政府呢 他算有很多是經費 可是他沒有人 去執行這種事 所以過去呢 他都是給這個 公益組織 但公益組織 就 他可能他的 績效不好 所以呢 他說這樣子吧 你們 來 跟我 跟我 申請說說 你要 多少錢 然後 什麼時候可以做到什麼樣的成績 然後呢 再有另外一個 第三者 他提供這個經費 不是政府出錢 不是 第三者 提供這個經費給他 然後呢 結束 這個 在 最後 驗收成果的時候 達到你的績效的時候 政府再給錢 一個是先給錢 政府一個先給錢 一個後給錢 後給錢呢 當然效果會比較好 對不對 可是你在創業的時候 你要資金 所以就忍了 用債務債權的方式來做這些事 那麼 我想到這裡呢 我就在談一下子 我們在 我們在 剛才三點比較多 我們在五年前的時候 我們成立了一個 謊言叫做 B-Current 英文叫做 B-Current 中文叫做 火水 火水 火水是自己的同時 這個謊言 事實上是 2014年成立的 我們一共有兩個謊言 我們用比較特殊的方式 就是我們有非常多的投資人 而且很多在社會上面 已經很有意味 很有經驗 但是在他們的執掌 執雅上面 他可能是造一個 在收尾的這個階段 還有更多的這個時間 所以他們就來參與到這個時間 國內 尤其是這個 親營共創 這樣的一個 名詞 親營共創 青年和營法 大家一起創業 青年 年輕人 和營是營法 營法 像Sandy這樣 我不能算營法 還好沒有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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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這個 像火水是一個很有趣的 我去了 剛剛有一個親營共創 有很多這種 有很多這種 五十歲以上 那 在職場上面 在收官 那 那 大家聚集了 這些 這些資本 還有時間 還有經驗 然後 跟這些年輕的人 創業 一起 跟他們合作 所以 我們在 主要目前 因為 很多社會系 它比較 區域地域 所以我們也要在台灣 我自己都在台灣 那 我們目前 一共 投資了十一家公司 這個 很不錯的是 發現 很多這個社會企業 它創辦只是 幾個人一起創辦 這個表現非常的好 一般 我們做風投的時候 也喜歡這樣 可是呢 碰到的一個人 做創辦的人 比較多 團隊呢 稍微少一點 可是社會系 也要打個群匠 概念 還有一個 我覺得 也是 受到服務 就是 女性的創業者 這裡有五家是 女性創業者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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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美國 大概 女性創業的人 大概 有百分之八 所有人都在 打到公司 女性只百分之八 那 接下來 我很快的介紹幾個 我自己的公司 第一個公司叫做 Green Fines 它是做個人的保養品 那為什麼這會變成一個社區呢 因為 第一個 它對待有工 所有的那種 公司的政策 Policy Policy Pocedures 都是非常大的 而且 也有很多 母性的 兩性的 平板 非常重視 當然最重要的是 它認為 我們用了很多 各種各樣的產品 事實上 裡面有非常多 的人造的 化學成分 化學成分 是為了一些 產品看起來 比較好 譬如說 有一個最常用的是 Stabilizer 今天我們可以一個 產品 如果放球的時候 留有沉澱 或者說 油和水分離 你會看到覺得很可怕 好像覺得會壞掉 油和水本是分離 對不對 那為了讓它看起來 不分離怎麼辦呢 它就要這種 Stabilizer 這個Stabilizer 把它混在一起之後 它長得才不會分離 但是這個Stabilizer 它會有化學成分 環境不好 會皮膚也不好 或是舉例 但是它是不是在賣 油水分離 它如果賣這個東西 它也不敢買 所以它的技術 就變成說 它怎麼樣去處理一下 而用 不會造成人體 不自然的成分 用在人體上 或造一個環境不好 這是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 它是做益生菌 由於教授 他開發了各種各樣不同的益生菌 人體 我們大門 分泌更多的 Dop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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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信 快樂 嚴重的成分 但最重要的是 它用這樣的方法 發現它可以 治療很多精神上的東西 例如致病症 這也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也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兩個公司 一個是做糖的 但是這個糖 第一個 它不是用折粉 因為折粉 有很多人對牙齒不好 它用的是甜菜的糖 第二個 我們將來有很多的 藥品或者是說保健品 通常呢 吃的時候是比較難 入口 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開了藥 真的 病人不願意吃 他就把它放在一個糖裡面 這裡有很多很多的樣的技術 最後最佳的公司呢 是做癌症病人 他的特殊餐飲的提供 我們每人吃飯都沒什麼問題 中間吃個便當 吃得很高 很高興 有多好自泡吃 該什麼照樣可以吃 但是癌症病人呢 他身體是極端不舒適 他有各種不同的狀況 看你怎麼樣的癌症 尤其特別是化療時間 他也沒有食慾 所以你要給他真的 心理最弱的時候呢 給他充分的營養 然後你要讓他 讓他克服一些 還有食慾上的種種 所以他專門就提供 像這樣子的一個餐飲 給癌症病人 上面我就介紹一下 這四家 我們一共投給十家 還有一些別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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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